刘亦菲主演的古装大剧《孟华路》又惹出争议了 而这次争议竟然引来了共青团的注意 起因是《孟华路》热播之后 剧中精伟的点心受到了关注 剧组的点心顾问是一个来自上海的90后姑娘 她接受了某一家上海媒体的采访 并且谈起了自己关于这部剧中点心制作的一些思路 她表示在《孟华路》中出现的点心果子种类特别多 而她主要制作的果子是其中一些主题性的果子 她是根据春天这一季节 分为了《桃妖》、《笑春风》、《春水生》和《碗更》、《红四类》 她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桃花主题 她展示出了自己做出的果子确实非常的精致唯美 带有一丝梦幻般的色彩 顾问随即又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制作思路、制作方法等 以及在剧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主题 在采访的最后 她还为主持人现场进行了果子制作 随后一个漂亮的粉色点心就跃然而出 这一采访视频放出之后迅速引起了关注 随后还登上了热搜榜单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热搜话题翻车了 不少点进去这一话题的网友 都认为这些果子都有一定的问题 明明是和风果子 却被该点心顾问明晃晃地当成是送代果子 不仅是网友产生了疑问 在这一话题下还出现了官方媒体 河南共青团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句 认为送代果子好像不长这样吧 认为孟华路点心顾问有以窝带华的嫌疑 孟华路设定的时期在北宋时期 而北宋的京城东京 恰恰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看来河南共青团也是对自己这座城市的传统古风文化 了解的比较透彻 才会出此疑问 在这一热搜话题引起热议之后 这段点心顾问的采访视频已经从话题下悄然删除 关于送代果子和果子之间的争议 其实从孟华路刚开播不久 就已经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当时就有网友提出剧中的点心并非中式点心 而是日式点心 不过对于这些说法 也有孟华路剧粉迅速进行了澄清 说和果子本来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应当有文化自信 不应该说我们的果子像和果子 但是有一些考究派的网友再度将两者做对比并发现 送代果子和果子之间本质上有区别 除了名字很相似以外 从制作工艺材料形状等都不相同 而且就在这次孟华路点心顾问的采访视频中 更是多了一个证据 可以证明此果子非送代果子 原来中国古代面点更偏爱采用剪刀 梳子 筷子等工具来做点心的造型 给点心压花纹 但是在这位点心顾问的采访视频中 他自己用来制作桃妖的工具 就是制作和果子的工具 连名字也不符合中式传统 其实现在古装剧中出现和风元素的情况并不少 不知是不是因为剧组知识比较匮乏 最近新剧《我叫刘金凤》开播后 也有网友火眼金睛的发现 在剧中当朝大臣所穿的官袍 是一种和风官服又引发了吐槽声 还是希望古装剧能够精益求精 在造型、道具、建筑不仅方面都长点心 增加文化底蕴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觉享受 不要在细节方面犯错误 导致一部本身水准较高的大剧 都受到那么多的质疑吧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留言订阅